云南少数民族的服饰一向以绚丽多彩独特美观而著称 对于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大我来说 云南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服饰大我都了如指掌了 这次来到镇康他却发现了两个以前很少见到的民族服饰 那就是德昂族和苗族 德昂族由于地域和知系的不同分为红德昂黑德昂和花德昂 而红德昂和花德昂的妇女都有替光头的习俗 当然这样的习俗至今已经不存在了 随着社会和人类的进步很多以前的习俗都在随之改变 就连服饰也有了很多的变化 您现在看到的这套就是传统的德昂族的嫁妆 您看非常的漂亮 它颜色里也搭配的很好 那和现在的这个衣服有什么不一样呢 您看杨小姐过来对比一下 杨姐您告诉我一下和你们现在穿的衣服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现在穿的服装属于现代装 这个是传统的女嫁妆 我们的颜色比这个传统的嫁妆颜色比较鲜艳一些 对这个呢主要是以黑色为主 它象征着这个新年了以后就跨入了个成年的行列 哦那织的布也应该不一样吧 布也不一样 布真的是手工制作 纯手工制作的 它是一丝一线的慢慢制作出来的 就是现在你们穿的都是机制的了 商店里头可以买到的 是的 我觉得它这套服装里头最 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是它上面的银饰非常的漂亮 您看 这银饰非常的漂亮 上面有鱼和一些小坠子 这是纯手工的银吧 是的 是纯手工的银 挺重的其实 特别是它头上的这些头饰 这些呢有链珠 对对 这些是链珠 上面呢就是银制的一些链子 一层一层的绑在头上的 其实这也挺重的 我想 对很重的 还有这个腰箍 腰箍就传说呢 布也尼子呢原来是满天飞的 这个布也尼子会把那个银子呢留在自己的身边 他就编制了这个腰箍呢 套在这个银子的腰部上 这样他们才能够在一起 就不让他走 套住他的意思 是的 尽管不同的德昂之戏 有着不同的德昂服饰 但是德昂族的服饰都有一个共同而独特的地方 那就是德昂族妇女身上的腰箍 这天我在镇康看到很多德昂族的妇女 她们身上呢就会佩戴这样的腰箍 这上面的这些花纹呢 这些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还是就按照你们的喜好自己来编呢 有时是按自己的喜好 但是一般它都是要有 这特别的这四种 就是红的黑的还有蓝的 这个花的 花的这个他们说是代表彩虹 彩虹 然后呢就代表水里面 水 蓝色的就代表水 黑的呢 然后黑的和这个红的 就不太说的不太清楚 我们这个裙子上 哦裙子上面 对有黑色有红色 所以呢都要有这几个圈 对了 这个配起来还挺漂亮 你看 对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出嫁的时候 再戴上这个 哦就是出嫁的时候呢 还要再加上这样一个用银具的一个妖姑是吧 就是这样 哦那您能暂且给我们看一下吗 是 哦您现在带那么多呢 是 一般就要带这么一个圈 哦很漂亮 您转一下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漂亮吧 这个怎么带呀 怎么带上去你们 从下面这样带上去 然后它这个是盆 做的不是竹子 它有强性 你这样一拖 有光线嘛 哦 从下面这样带上来 哦 它有强性 有没有我合适的 嗯不知道 哪个人要 算了 对于德昂族妇女配戴妖姑的说法各有不同 但是这些说法对于妖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它成为了德昂族服饰的一个象征 难道不是吗 说到象征 郑康 还有另一个有代表性的民族 那就是苗族